2020年在各界注视的目光下 90岁的英国老妇人马格丽特·基南 成为全球第一位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直到如今多亏疫苗 疫情趋于平缓 人们也从心惊胆症的日子回归到日常 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 新冠疫苗在欧洲 挽救了至少140万人的生命 2020年3月开始席卷欧洲的新冠疫情 导致欧洲地区已经通报 超过2亿7770万起确诊病例 超过200万人死亡 部分欧盟国家向西班牙 疫情又出现死灰复燃的迹象 加上冬季呼吸道疾病和流感也正在流行 世卫组织就呼吁民众尽可能接种疫苗 在英国截至2022年1月 有超过90%的12岁以上人口 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最新研究显示 错过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 会导致四个月内死亡和住院人数增加 WHO担忧 随着卫生系统面临庞大压力 世界各国如果在面对一种新的 更严重的未知病原体时 可能仍未做好准备 记者朱凤之中健康综合报道 乐视会最新年度报告点名的五大富豪 包括路易斯威登执行长贝尔纳阿诺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有股神封号的投资家巴菲特 甲骨文创办人爱丽森 以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乐视会指出这五位亿万富豪 从2020年以来 手中的财富总共增加达三兆三千亿美元 而其中一人将有机会在未来十年内 成为人类第一个财产超过一兆美元的富豪 乐视会指出这些贫穷人口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 越上金融海啸新冠病毒疫情通膨与战乱 也是直接受害最深的族群 而失控的企业独占寡占 带动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乐视会估计数十年来 跨国大企业的税捐减少了三分之一 让政府没钱照顾穷人 使得贫穷问题 恐将延续超过两个世纪 乐视会在报告中主张 政府应该限制大企业CEO的所得 同时把大财团拆解成较小的公司 另外还要加征财富税 每年挤出一兆八千亿美元照顾穷人 不过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 各大企业与主要国家领袖 焦点预计放在气候变迁 乐视会的主张仍旧是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公司新闻徐家任编译 日本东京雨田机场1月2号 发生日本航空客机跟海上保安厅 飞机相撞事故 酿传海保机五名职员死亡的悲剧 日航17号召开记者会 由社长赤板佑二向大众致歉 并且向罹难者致哀之后 谈到专家指出事故原因 可能是航班跟空中交管中心 在通话过程的人为疏失造成感触很深 赤板佑二表示目前全球各地的航班跟航空交管对话依旧使用类比讯号 缺点是容易受到杂讯影响 特别是讯号受到多次复制或进行长距离传输之后 常常无法听清楚 希望全球的航空业都能从这次事故吸取教训 进而找出其他方式解决 检查事故原因同时 对于客气上的乘客全部平安逃离 赤板佑二称赞 机组人员充分发挥训练的经验 并且感谢乘客的配合 随后也宣布从今年四月开始将晋升公司的执行董事鸟曲三金子出任社长 今年59岁的鸟曲三金子 过去曾是空服员 一直从事客户服务工作 一路随年资晋升为座舱长 客服总经理等职务之后 现在任职执行董事 是处理集团客服的总负责人 他将会是日航史上第一位女性社长 也是首位空服员出身的社长 而现任社长赤板佑二 预计将会在四月接任会长职务 原本的会长植木疫情将会在四月卸任之后 六月再卸任董事的职务 公文新闻陈生扁营 全美各地持续遭受严寒威胁 太平洋西北地区包括华盛顿州 奥勒冈州 爱达河跟蒙大拿等州 再度面临暴风雪威胁 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大部分地区 在十七号发出结冰警示 再加上周末来袭的强烈风暴 到目前为止已夺走七条人命 有五人是因为天气寒冷而猝死 还有超过五万户断电 当地政府警告 可能还会再停电 北半球这波严寒气候 主要是受极地涡旋的影响 所谓的极地涡旋是指 北南两极上空的巨大环流 包围着寒冷气团 隐匿时针在极地回旋 但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北极上空平流层的空气温度极深 让极地涡旋大幅向南延伸 行程喷射气流 极地冷空气也同时向南移动 北美洲多个地区出现极度低温 最低达到摄氏零下四十度 欧洲的瑞典更达到摄氏零下四十三点六度 创下二十五年来 一月份最低温记录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积雪深度 也有五公分 17号的大雪也导致交通大乱 挪威首都奥斯路的主要机场临时关闭 并且造成火车停止 而德国法兰克福的机场也大乱 数百架往返法兰克福的航班被取消 慕尼黑机场则有250架航班受影响 德国国家铁路部分列车取消 有些则被降速 以免造成意外 而法国的北部城市阿拉斯 十七号也将下深达五公分的雪 民众也在雪地中打起雪杖 这波极地涡旋不仅造成大雪 许多地区也刮起强风 气象专家表示 这几天欧洲夜晚的温度都会保持在零度以下 直到十八号早上 公事新闻沈路配编译 从黎巴嫩发射的一枚反坦克导弹 走廊南部甘尼尼斯部分地区还发生激烈枪战 哈马斯表示旗下战士亦在加萨中部布赖吉以及马加奇袭击以色列战车 以色列军方说哈马斯有多名战士遭歼灭 哈马斯卡萨姆旅发言人乌贝达十四号表示去年十月七号遭浮至今的许多以色列人至命运南部 很多人可能已经死亡 而这些人的生死根本掌握在乙方手上 以色列特拉维夫聚集大批人质家属要求政府把人带回家 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打死约九千名巴勒斯坦战士 以方则有189名士兵阵亡 加萨卫生部门表示冲突以来死亡人数将近二点四万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对旗下战士去年十月七号对以色列突袭表示赞许 强调并非求战而是争取自由 加萨网络不通已经第三天意味着急难救助南上迦南 以色列军方表示战争已经进入新阶段 领土南端将会是重点 那里有约两百万人正躲在帐篷跟临时庇护所中 公事新闻黄远玲 卡达外交部十六号声明 根据协议以色列跟哈马斯交换的条件为 以色列让加萨最严重最脆弱地区百姓获得人道援助 哈马斯让被关押的以色列人质获得运送过来的药品 卡达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 药品援助物资将于17号离开杜哈 前往埃及城市亚拉里市 接着运往加萨 该协议是卡达跟法国合作斡旋达成 法国外交部危机中心负责人拉利欧表示 谈判进行数星期初步想法来自部分以色列人质家属 法国将有数个月存量的特殊医疗包送到45名人质手中 由国际红会在当地协调 这也是以哈冲突自去年11月停火谈判破裂之后 首度有新的协议达成 然而已经被打得稀巴烂的加萨 情势已经恶劣到难以形容 除了大量伤亡还有传染病且缺水缺粮 除了以哈冲突本身带来的灾难与伤痛 各自背后相挺势力打起来义不手软且相当坚持 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对叶门胡塞组织发动第三次攻击 听哈马斯的胡塞持续在红海涉弹骚乱 航运冲击国际社会一起承担 人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卡达 总理兼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有多项示警 数个月来卡达在以哈冲突的谈判中 着力颇深亦支持两国方案 也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及加萨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与以色列并存 穆罕默德强调美国在此议题上是关键核心角色 公式新闻黄远玲编译 重美导弹打向伊朗东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西斯坦 毕露之省 这个村庄地面炸出大洞 这次袭击针对的是毕露之解放阵线 不过这两个拥有核子武器国家 似乎都希望局势就此打住 伊朗外交部18号表示 致力于跟巴基斯坦保持木林友好关系 但呼吁伊斯兰马巴德当局 别在自家领土上建立恐怖分子基地 巴基斯坦也发了类似声明 反击行动唯一目的是为了自身安全与国家利益 根据情报对着恐怖分子藏身处精准打击 自去年10月7号以哈冲突以来 此一针锋相对的袭击 是近年来最受瞩目的越境侵扰事件 并引发对中东不稳定局势日益扩大的担忧 土耳其俄罗斯中国等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德黑兰强烈谴责这次袭击 召见巴基斯坦驻伊朗外交官要求做出解释 这两国本星期先后互相空袭 16号星期二 伊朗先打击巴基斯坦境内逊尼派激进组织 正义之军基地 造成孩童在内死伤 巴基斯坦当局强烈不满 召回驻伊朗大使 并阻止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 返回伊斯兰马巴德 公事新闻黄运林便宜 北韩官媒报导领导人金正恩15号出席最高人民会议的演说内容 金正恩在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中 谴责南韩和美国挑起区域紧张 重申两韩已经不可能迈向和解以及和平统一 建议透过修宪将南韩列为头号敌对国 以及永远的主要敌人 金正恩也呼吁删除宪法条文中对于北韩政权的形容词 包括北方区域以及和平统一等字眼 同时不再使用会误导人民的描述用字 包括两韩人民是同胞 朝鲜半岛有八千万人民等等 而这一场会议也决定 将正式废除主责促进南北韩对话以及合作的政府机构 包括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国家经济合作局 以及金刚山国际观光局 和南韩彻底决裂的意图相当明显 金正恩先前在2023年的年终会议上 便将南北韩定调为永远无法统一的敌对关系 高调表示准备好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2024年一开始就持续对南韩发射炮弹 以及弹道飞弹 朝鲜半岛再度陷入战火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 面对北韩的挑衅 南韩总统尹锡悦16号也重炮回击 尹锡悦强调 北韩人民是自己的同胞 同样享有自由人权 以及繁荣的权力 南韩政府也确保 拥有坚实的军事实力 准备好面对可能的冲突 公事新闻张淑芬 为了支持加萨 燕门叛军青年运动 过去两个多月持续攻击 以色列相关船只 当第16号又传出 有悬挂南欧国家 马尔他国旗的希腊籍货船 从越南要前往以色列时 在红海南部海域 距离燕门萨利夫港 西北方76海里处 遭到青年运动的飞弹攻击 鉴于中东局势 持续升高 美国国务院宣布 重新将青年运动 列为特别指定的 全球恐怖分子 过去青年运动 曾被美国前总统川普 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 不过拜登政府二零二一年 将其从外国恐怖组织 FTO和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SDGT名单除名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此举是鉴于 燕门严峻的人道局势 以便粮食和人道援助 能够顺利进入燕门 青年运动此次被列入SDGT 将被禁止使用全球金融系统 青年运动称此举 是对以哈战争立场 向左的人进行勒索 白宫国安会则澄清 此次并未将青年运动 列入FTO 就是希望能对 燕门人民的人道援助保持弹性 此外美国公布截获 伊朗提供给青年运动的武器零件 包括中程弹道飞弹 反舰巡航飞弹的推进器等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 美军首次截获提供给 青年运动的军事物资 分析认定青年运动 是用相同的武器 来攻击国际船只和船员 有十四名船员遭到拘留 将按照国际法决定去处 不过因为蓝茶过程凶险 有美国海报队成员登船时意外坠海 另一名队员跳海救援 目前两人都下落不明 公司新闻最为的武器昌编译 川普14号在奥和华中 伊迪安诺拉市的造势现场 几位关心气候变迁的年轻示威者 高举着川普气候罪犯的布条闹场 川普的支持者则是暴雨虚声 高呼口号来回应 示威者被嫁出之后 川普表示如果听从他们的主张 美国的竞争力就会输给中国 爱人华州的共和党选民15号将在全州1500个党团会议地点 投票选出新一的2024总统大选提名人 众多友谊角逐白宫大卫的参选人早在一年前陆续宣布投身选战 但到初选的这第一场战役只剩下川普海力德桑提斯等5人还在战场上 NBC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最新的民调指川普以48%的支持率稳坐定音 第二则是海力支持率20% 德桑提斯以16%位居第三 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 数十个选举与违宣诉讼根本不算什么 海力在爱荷华州的最后冲刺则是主打改变 会议选民把川普制造的一团混乱抛租脑后开启新局 至于在爱荷华投注大量资源的德桑提斯 若是开票结果欠佳的话 这张过后恐怕就要面临退出的压力 公司新闻网汇文编译 法国巴黎罗浮宫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牌长龙等着进场 从今年1月15号开始 罗浮宫的全票价格从原本的17欧元584元台币 涨到22欧元约765元台币 几乎涨了三成 而且还是赶在巴黎奥运之前涨价 去年总共有890万游客到罗浮宫参观 对于涨价罗浮宫解释 是为了弥补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 尤其是2021年到2022年的电费 一涨就多了88% 但还是会有40%的游客可以免费入场 包括25岁以下的游客 低收入户 失业者 身心障碍者 教师和记者 正在修复巴黎圣母院的工匠们 以12世纪模型锻造制成的斧头 为创世班席位的木造结构修复 盯上最后一个木钉 接着在顶端挂上鲜花 象征这部分的重建工程告一段落 接下来将开始重建屋顶部分 据有85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失火 部分结构毁于祝荣 来自法国各地的500名工匠采用13世纪的工法 包括当时的工具以及当时的材料进行修复 要赶在2024年12月8号重新开放 公式新闻沈路费编译 原警们拿着透明盾牌在民众的攻击下不断的往后退 中美洲国家瓜地马拉原本当地14号下午3点 要举行新总统阿雷瓦洛的就职典礼 却遭到国会保守派的议员阻挠宣誓一事 并且针对阿雷瓦洛领导的种子运动党新议员资格 陷入激烈的辩论 导致国会推迟总统的就职典礼 而在场外的阿雷瓦洛支持者 迟迟没有听到就职典礼开始 就开始躁动爆发示威 还一度跟警方爆发冲突 瓜地马拉是台湾的邦交国之一 去年八月改革派候选人阿雷瓦洛 在总统大选第二轮中胜出之后 却遭到检察机关宣称选举无效查扣选票 司法部长波拉斯还指控阿雷瓦洛 跟他的政党涉嫌违规注册 对种子运动党进行调查 甚至还有同党的议员候选人 遭到袭击死亡 宣誓就职的这一天 因为遭到保守派议员阻挠宣誓 阿雷瓦洛跟智利 哥伦比亚等各个美洲国家的总统 都纷纷在社群平台X上 发文力挺阿雷瓦洛当选 并且任职总统的合法性 台湾的外交部也发出声名相挺 而瓜地马拉国会 一直到当地晚上六点 才恢复正常开会 并且在接近十五号零点时 才正式开始宣誓仪式 也是在过了十五号的零点之后 才顺利完成 外媒ABC新闻分析报道 尽管阿雷瓦洛上台力求改变国家现状 但他也面临巨大的障碍 政治观察家认为 他的反贪腐立场 对国内更生蒂固的利益结构 形成了巨大威胁 未来还有许多改革课题要面对 但他最终能够宣誓就职 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他的支持 以及人民渴望民主并且成功地捍卫了国家民主 公文新闻全顺比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 数千示威者十六号再次集结 抗议执政党在上个月国会及地方选举舞弊 塞尔维亚选举委员会这个月初 公布了去年十二月十七号大选的完整结果 确定执政联盟获得四成六选票胜选 但国际官选团却早就指出 赛国选举过程发生买票和灌票等违规事件 选举结果令人质疑 相较十二月的示威爆发紧名冲突 这场活动民众显得非常平静 反对党领袖之一的国会议员特皮克 也再度来到现场向民众喊话 中间偏左的塞尔维亚反暴力联盟 在这次大选获得百分之二十三的选票 位居第二 为了抗议选举舞弊 包括特皮克在内多名议员 先前绝食抗议长达两个星期 他们多次呼吁本次选举结果因宣布无效 在社会活动几天前 有反对派政党正式向塞尔维亚法院 提告现任总统吴七奇所属的执政党 诈欺 但法院十六号已驳回 而吴七奇也称这场选举 是塞尔维亚国家机构的事物 拒绝接受外部调查 塞尔维亚反暴力联盟则致函欧盟机构 要求国际介入调查 欧洲议会则同意在十七号 针对塞国选后情况进行辩论 公时新闻两页编译 火山喷发冒出岩浆 蔓延到格林达维克镇 一栋房屋遭流泄的熔岩经过 并起火燃烧 部分范围还可见到岩浆沸腾 有几处熔岩流过形成裂缝 其中一处非常靠近该镇周围 距离不到一百公尺 一位专家表示这次火山爆发情况相当严重 全镇居民都撤光 去年十二月火山喷发后 当局逐起防御工程 这次有部分发挥作用 提早被疏散的居民虽如政府所说不用担心生命安全受到危险 但借到往昔熟悉的街道店家以及基础设施被毁 仍然感到难过 哥伦比亚豪雨成灾 西部侨科省发生大规模土石流 造成数十人罹难 总统裴卓前往灾区续查 并宣布灾区道路化为紧急区域 投入经费协助重建 该区是在十二号因强降雨 引发土石流 下方一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遭冲刷 行经车辆被掩埋 当局抢时间开挖救人 巴西里越热内卢也因暴雨 而有人不幸丧生 上周末大雨不断 淹没街道捷运以及民宅 并且路数倒塌还引发土石流 市长派西宣布该州紧急状态 公事新闻黄月灵便宜 根据教育部2023年底公布的资料 2022年的台湾留学生中 加拿大排名第三 而且以学费和住宿费来看 加拿大是英语国家中 CP值最高的首选 加拿大的引领部也显示 2022年总共有超过80万的国际学生 2022年11月 加拿大将留学生每周只能合法打工 20小时的限制 放宽到40小时 但这项政策已影响到加拿大本国民众的工作权益 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也比一年前增加百分之一 因此加拿大移民部长尼勒表示 从今年四月起将对国际学生的招生人数 做出限制并把合法打工时间改回每周20小时 招收国际学生也是许多学校经费的来源 因为他们支付更高的学杂费 根据统计国际学生每年会为学校带来220亿加币 折合超过5100亿元台币的收入 因此限制国际学生人数将导致学校经费减少 也造成市场上工作人数的减少 直接造成餐饮服务业和零售业 有泰国来的留学生为国际学生创立了求职平台 他表示缩短工时将使留学生宝贵的工作经验大打折扣 也有许多留学生担心新规定会让他们被雇主剥削 因为每周工作时间肯定会超过20小时 但却得不到包括薪资在内的足够保障 公事新闻沈陆佩编译